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大家午安 我是群艳宁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两个小时国内国外大小事 要用您听得懂的话 说给您听 现在介绍这些小时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讯媒体人席汉兵 主持人好的就好 还有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叶映好 大文 时事评论员张雨昕 主持人好 郭文中大家好 一开始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昨天晚上开始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地方 韩国的黎太苑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昨天算是万圣节前的一个周末 全球很多地方都在办活动 黎太苑这边是首尔 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也办活动 但却因为人涌进太多到宰相里头 发生的踩踏意外 当时这个画面大家都在看 后续目前知道是造成150亿人死亡 各国也开始在检讨 因为大家都会有办活动的时候 如果真的发生人很多的状况的时候 该怎么做 这一题台湾现在在选举 也有人问到了陈时中 如果这个状况发生在台北市的话 应该要如何避免这种大型活动的状况 陈时中现在怎么说呢 他说大巨蛋应该要积极审查 防火避难 交通维护审查必须趋延 他就直接讲了 就是大巨蛋 让大家讲说 你是不是背错答案 没有跟上时事 你有了解当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吗 还是你就是想着选举要打大巨蛋呢 也有人在讲 你的疫苗当时害了多少人 你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呢 其实陈时中这次选举 疫情指挥官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一直就如影随形的跟着他 包括昨天他的下属 前下属帮他扛了 好这是什么 这是昨天其实在台湾 有所谓的统治大游行 那当时罗一军 他是目前的疾管署的副署长 他也到现场来提倡 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结果台上这次村关怀护住协会的人 就直接跟他讲 说拜托委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去跟你们的陈时中讲一下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说 前年那个时候的疫情期间 说有位酒店公关确诊 一个酒店公关确诊 结果后来陈时中的政策 是让全台的九五厅停业 他们认为这不符合比例原则 因为当时停业多久 没说 配套措施是什么 没说 是不是就是柿子挑软的下手 还说万华这边是破口 这样子 有没有对于性工作团体的歧视呢 罗义军呢 没办法帮前长官来挡 说不好意思 欢迎大家批评指降 也对疫情期间辛苦的人 一鞠躬 大家就说了 罗义军这一把是扛下来了 可问题是 真正制定政策做决策的是谁 不是陈时中吗 不是当时的蔡英文吗 那这两个人现在真的 有要为此来负责呢 而其实呢 说到了指挥官虽然是换人做 但大家总是觉得 为什么还是觉得陈时中 跟疫情有关 除了他先前 大家自己讲了 当然九百多天 他现在再做一次 他也干弯 这个职务之外 也因为我们发现了 怎么好像常常会在他的镜总这边 发现指挥中心的人 好 前一阵子的这个密会 他们说没有啦 那有密会光明正大走大门呢 我们就是纯聊天 没有在讲疫情 但是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有所谓的未高端 串供这么样的情况 陈时中对于串供这两个字 很不满啦 他说没犯法 哪套上串供的说法 没法律修养 很侮辱人 但也有人说 你是听到高端 你就会突然金句连发 给阿凯来是不是 因为最近确实啦 好像有一点点回到当时 那个每天开记者会的状态一样 又开始金句连发了 好包括什么呢 包括说他在坐车闯红灯的时候 大家就讲啦 他说我只是个市民啊 怎么样 我一天就找罚单也不行吗 太快也不行 太卖也不行 左右为难 听听他怎么说 我只是一个市民 那违规缴罚单 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连说我缴得太快 这样子也不行 那我真的是左右为难 好讲述自己呢 金站是非常非常的冤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都是你们只是要嫌我而已 但是一般百姓就讲啦 不是啦 是这样嘛 因为正常人通常是要到四天之后 五天之后才交款 那交通大罪虽然讲啦 说这个当天缴纳没问题 可是大家就觉得 跟我不一样 难道这个叫做普通市民吗 打一个大问号 在陈时中看来 他就觉得是 你们就是存心 看我不满意 你们就是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 因为他也特别提到了 说现在柯文哲黄珊珊讲万安 三个一起来攻击我 大家不要被骗 说我民调最后一名 谁相信 可问题是也要问 如果现在真的不是真的 有点选情告急 总统是不是 10月26号来一次 10月28号再合体 10月29号昨天又再来一次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像你讲的 民调都是做假的 都跟你们自己知道的不一样吗 蔡英文的讲法是说啦 现在陈时中是责任来救抗 所以要选对的人 让中央地方互相帮忙 甚至还讲 得票率超越我当时的台北市百分之五十三 我也OK啦 我觉得可以 但是大家就觉得说 你感觉上是责任来就跑啊 不然现在疫情到今天 都还有死亡人数 怎么我们的指挥官人落跑了呢 好前面这些疫情 好的给你的 不要就不是跟你没关系 那现在也发现 苏贞昌说要帮他录一个影片 这当中什么育儿津贴也是陈时中做的 不孕症的疗程补助也是陈时中做的 育儿流停津贴也是陈时中做的 反正什么好的都是陈时中 要真的有问题 基本上跟陈时中就没关系吗 兵哥特别是 只要是问到陈时中 有关于政策方面的问题 好像他会有一个搜寻引擎 要找标准答案 但这一次这一题 这样找这样答你觉得对吗 首先我必须讲 我到今天才发现 原来连出了这么严重的意外 我们都会有种族歧视 你看今天韩国离泰院这个东西出来 结果蔡英文总统 是不是第一时间马上 就至上哀悼之意 你们知不知道 10月刚开始的时候 印尼也发生足球场踩踏事件 死了100多人 蔡英文总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陈时中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印尼人不是人 你知道印尼在台湾的人 比韩国人多得多 那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反应 所以我们连这种事情 都要种族歧视吗 我真的觉得很丢人 我身为台湾人 我真的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总统 我真的觉得非常丢人 然后其实陈时中 硬要去扯大巨蛋这些东西 好你要扯也没关系 但你好歹说出个 让大家觉得说你是有办法的 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是有你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 结果不是 我今天在PD上看到 所有网友都说他讲了半天 他到底在说什么 没人听得懂 你讲了 你废话一大堆讲了跟没说一样 除了要大家要注意之外 你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没有 然后黄珊珊因为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你不要在那边乱扯 这情况根本就不一样 就回答 结果你知道陈时中怎么回答 陈时中说黄珊珊这个人 没有同理心 你在说啥 到底你在骂人 你在骂人 然后你骂别人没有同理心 到底什么意思 我觉得陈时中这个人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觉得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智商 你的智力是不是有问题 你到底每天在回什么 我都搞不清楚 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然后居然还好意思讲说 人家没有法律素养 这个没有罪的东西什么叫串供 你就是串供你怀疑 你就是有罪 我就是认为你有罪 我们现在正在找你的罪证 然后你一直在隐匿你的罪证 不然三加十一会计论为什么拿不出来 不然为什么所有的疫苗作业 全部都是黑箱 你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这些东西要隐匿 如果你没罪的话 为什么隐匿 我就是认为你有罪 你怀疑吗 你就是在串供 你本来就是 不然的话难道你要告诉我 你跟王碧胜他们鬼扯的一样 你们那天聊三个小时 真的是在聊罗一群 跟你谁唱歌比较好听吗 你真的要告诉我这件事吗 有这么瞎吗 所以你相信吗 你自己讲的话 你自己相不相信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陈时中现在看起来是扮相已现 那蔡英文在那边 我觉得就是走夜路吹口 说要壮胆而已 因为你在讲什么 超越你百分之53 不要说53 今天我认为 百分之35他都很难达到 他能够达到百分之25 我觉得都偷笑 所以我个人认为 陈时中看起来是救不起来 民党现在其实内部的想法 据我所知 他们内部的想法都是 只要能够赢过当年的姚文志 就算赢了 是 来 洪文姐你怎么看 因为大家问他 其实是觉得说台北市 确实就是台湾最多 办大型活动的地方 那真的发生 什么样状况的时候 可是他回应的是大巨蛋 好像最想打大巨蛋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情是值得 各个县市都去注意 像今天早上 那个蒋万安 我们有一个肇事场合 那个侯友宜 他有到现场 侯友宜也主动提到 昨天晚上离泰院发生的事情 也提醒所有的县市首长 就是未来你举行大型活动 不管是民间办或者政府办 怎么样让这个人流管制 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那我觉得大家确实可以讨论 而且这也是人民所重视的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你 陈时中还有陈时中的团队 突然去扯大巨蛋干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台北市 每一年最大的一个聚会 就是跨年晚会 对不起 没有大巨蛋 我们这么多年的跨年晚会 没有大巨蛋 那所以你去提大巨蛋 显然你是要打柯P跟打黄珊珊 那刚才那个很明讲到的 PT里面特别提到 就是吴思耀突然讲说 哎呀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柯P护航远雄 然后这两个人的嘴脸 说柯P跟黄珊珊的嘴脸 大家看清楚 我请问一下 离泰院发生这样的悲剧 结果在民进党或者是陈时中团队 里面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柯P负责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这个会被扯太远了 就像我们过去 只要民进党发生什么事情 马维拉来了 马英九负责 那现在扯更远 离泰院出事 柯P负责 这个是不是真的只是 一个政治的操作 而且老实说 我说你如果你们真的要操作 公安问题 在新北林家龙 他不是身上杯子 普悠玛四十九条人命吗 我们如果要谈公安 难道普悠玛事件 那个泰鲁阁事件 这不是公共安全吗 没有人命吗 你们要扯是扯不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完全的政治性操作 回过头来再讲 就是有关于现在高端 因为十月底到了 他们现在不是补资料 高端的EUA 到底能不能给他续命 这个是所有 尤其打高端载 现在是一百多万人 一百多人 大家当然关切 所以你今天 这些微服部 这个三巨头 跑去跟陈时中 你们到底在谈什么 你真的不要跟我讲说 你们在谈说 谁是歌王 神经病 那你们几个人 一起去报名歌唱比赛好了 大家就在讲 你现在选举 剩不到三十天 那十一月五号重头戏 那么各个候选人 通通在紧锣密鼓 在准备你的辩论 然后我们现在 每一天的染疫人数 三四万人 超过日本 我们现在的死亡人数 我们今天看到 踩踏事件 死了一百五十人 对不起 我们三天死的人 就超过这个数字了 我们死的人这么多 你们有时间 还去大家在那边 闲情意志谈真感情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王碧胜 你真的可以谈真感情吗 对不对 我不想 大家就觉得说 真的你们不要太扯 王碧胜这样子的一个 对婚姻不忠诚的人 跟我谈真感情 然后在这个疫情 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们跟我们讲 在谈谁比较会唱歌 记不记得去年 不是跟我们讲吗 罗毅金 这个国民女婿 忙到连洗衣服都没有 还要请假洗衣服 有没有 对不对 那时候扯都没有时间洗衣服 现在你有时间 有闲情意志去谈 谁歌唱唱得比较好 你到底骗谁 所以难道真的不是串供吗 不是讨论有关于高端的问题吗 不是讨论怎么样 帮陈时中卸责吗 我告诉你 如果现在高端的EUA 被取消的话 陈时中的选情就崩盘了 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们一定在想说 怎么样就陈时中的选情 所以不要骗了 人民不是傻瓜好不好 是 来 余轩 是 所以想补充一下 今天陈时中早上受访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蒋万安 黄珊珊两位候选人 都是先对于离泰院的群众 表达哀悼 可是陈时中第一件事情 他没有哀悼 他第一件事情是直接先批评大巨蛋 说规避内政部的火灾公安危险 他是事后隔了一个小时 才临时想到这件事情 对 怎么忙 怎么骂人 竟然忘记去哀悼了 才在脸书上短短的发文 来进行哀悼 所以我讲第一个离谱点在这里 再来第二个离谱点是 城中根本没有搞清楚说 离泰院的事情到底该类比成 在台北市来讲也好 是该用什么样的事件来类比 离泰院他是因为 所谓民众自发性的活动 他是因为万圣节 刚好疫情两年多解封 政府终于可以解封了 所以民众大家自发性的涌入到那边 不是说有办什么样的巨型 或大型活动 他也是因为刚好在那个地点上 有所谓高低差跟斜坡 群众上下往里面拥挤 才会导致这样的悲剧 就陈生却举到大巨蛋去 可是大巨蛋 跟所谓的离泰院外面的公共空间 发生的悲剧事情 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真正的目的从头到尾 就只是为了要打柯文哲 打黄珊珊 所以他才报告连内政部 这个规避火灾火警检查 这个过去的新闻 都拿出来再拿出来讲 那你如果真正要类比成 台北市的事情的话 他应该要类比的是什么 是所谓的101的跨年元火 101跨年元火 他的人数大概也跟 离泰院这一次的聚集人数差不多 也是10万 101可以看到什么 过去你说不管是马市府 好市府到现在科市府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 不管是说分三阶段的规划管制 甚至后续的交通疏散 举101这样的案子 才是真正的所谓的 可以跟离泰院这件事情 做一个借鏡 做一个反思 做一个类比 程中如果今天提到大巨蛋 只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想要选台北市场 可是他连到底该类比哪件事情 该批评哪一件事情 该证明自己在哪一件事情上 很了解 很懂 他都搞不清楚 他真正的问题点是在这里 包括我们讲到说 这三件事情 除了说大巨蛋这件事情 包括后续 陈时中跟那三个巨头会面 虽然他再三声声说 绝对跟选举没有关 可是他正是因为 跟这三个人见面 才证实了他选情真的告急 怎么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在所谓的 性工作所批评程中的时候 罗毅金有没有出来挡枪 确实出来挡枪了 这证明什么 他们三个的沟通绝对有效 他们公共有内容是什么 即便程中说 是因为他孤单情或觉得冷 这个要见老朋友 吴思郎也出来说 难道见朋友都不行吗 现在没人权吗 绝对不可能是这样子 真正绝对真相是什么 绝对是他们要串供 包括后接下来的政签发表会 以及面对国民党 还有包括整个舆论压力 对于防疫还有疫苗的攻防 要在卫福务指挥中心 设立一个防火墙 由他们所挡下 事实也这样证明 好 我们等等先进广告 回来之后继续来讨论 国内还有哪一些重要议题